嗯 大家好 我是阿飞 嗯 之前能介绍一种非常大的马蜂 嗯 它是这边云南非常有特色的一种美食 今天要介绍的呢 就是这个 我直接把它倒出来吧 可能会有那个 一部分会飞出来遮人 算了不能再倒 再拿出来的 哇 像这样的这种风呢 是非常小的 而且有攻击性的 就是我周围飞的这种 是非常小的一种 嗯 我们这边叫小草风啊 小草风 嗯 一些成年人呢 会 说不定会攻击人啊 哦 它的这个 蜂涌呢 就 这么大一点点啊 非常小 有 估计有上次十分之一啊 一个 这是一饼 我把它全拿了 看 它还有这么小的 它还有这么小的 还有很小的 还有像这样子的 非常密集啊 非常密集啊 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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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密集 还有 看这只已经爬到我手上了 但是不知道它会不会咬我 不要咬我 它的蜂涌呢 嗯 只有这么大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这么大 就很小 甚至有点像那个 它的虫 它的虫 它的这个 成年的小虫 只有这么大一点 这个蜂涌呢 价格呢 是之前那种 那种蜂涌的 这个 三分之一啊 非常的便宜 为什么 因为它是 非常非常难弄的一种 嗯 因为个子非常小 所以呢 需要很有耐心的 用 用链子呢 一个一个一个 就拿出来 但是我觉得呢 它是值得的 值得一吃的 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 把它绝不当出来 上面呢 有一堆的成年的蜜蜂 哦 不是啊 小草蜂 这个 它上面是有毒刺的 嗯 成年的这些 看它已经毒刺 毒刺已经生出来的 嗯 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 应该说呢 嗯 它比上次那个小 但是味道呢 之前我吃过呢 是比原来那种 比较大的马蜂那种 要好吃的多的多 嗯 不知道为什么 反正就比那个香的很多 呃 不过 待会做出来以后呢 再做个评测啊 现在的首要任务呢 就是把它全都拿出来 如果一个人要把这些风影 全部弄出来的话 估计又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 也不可以 吃了 你会不会有点 有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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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氛 刃拿掉以后 就會有一些现在 像这种就会直接爬出来 像这种样子其实也有攻击性了 但是它是非常小的 所以 目的应该不会跟同 大概的数一下这种 这种一小饼里面的 有多少个蜜蜂 哦 说错了 马蜂 这小堆呢就有61只 那么 61只呢大概是这里的 十分之一啊 十分之一我差不多弄了 这么大一小圈 所以呢 保守购进这样一小饼呢 它就应该有 300只 然后还有 其他的这几饼呢又 会更多一些 所以呢 保守估计 2000只呢是怎么都有的 马来西亚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已经不知道这些是有多少只 看也可以像这样 把全部的盖子拿掉以后呢 轻轻这样抖 就掉出来的 看这个是五个阶段 首先呢它是这么大 然后肚子里呢有很多的 然后肚子里呢有很多的 蚀啊 然后呢就长这么大 最后呢它就不动了 它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然后开始呢 眼睛有点发黄 然后眼睛呢发黑 然后呢身体发黄 然后身体发黑 最后呢成为成虫 把两个不正经的家伙分开 最后呢 哦就这么一筛子 好 冬克 炸到这个程度 然后泡泡也比较小了 现在就可以了 看一盘非常小的微型蜂蛹 非常微型的小蜂蛹已经弄好了 看起来应该很脆吧 调料方面呢只用加盐就行了 蜂蛹已经炸好了 现在我们来尝一尝 就这个人属于是那种 如果要凉到以后呢就更脆 尝尝现在脆不脆 这种一口的话吃好多个 已经非常的脆了 都不用等凉 现在热乎乎的时候已经很脆了 那说一下它的味道 它的香味比上次的那种的 就是个头比较大的那种的更香 然后还有一点甜味啊 对 吃完还有一点甜味 反正就是非常好吃就对了 如果你又尝试要尝试这个东西的话呢 哦 如果你要尝试虫子类的 云南这批昆虫类的东西呢 我最推荐的就是这个蜂蛹 而且蜂蛹当中呢是有几种的 这种最小的蜂蛹的时候我是最推荐的 因为它够酥脆 然后够好吃 够香 所以香味呢 它要比那种 就是大致大致的那种香很多 约那个呢已经够好吃 但这个更好吃 别吃边咽口水 好了 那么 这期视频呢 就暂时到这里了 大家下期视频再见咯